我生活当中的剧组里边 除了特别熟悉以外 就是我在我房间 我几乎不出屋 我现在特别怕 见这陌生的人 包在剧组里边 不生的人 我坐那我无语 社交障碍 对 我不会怎么跟人聊 也不是说我想 也不想跟人聊 我想跟人聊 就我不知道怎么 去跟人交流 就起这头 他就不会起 起不了头 就是这么一个人 对 真的 一到剧组之后 你看我们这个团队 我就很熟悉了 对 合作多少次了 他到我这团队 就是从我们整个导演组 制片 动手 摄像老师 动手 大家都动手 对 因为这些人 常年就跟我在一起 演我戏的时候 我经常是 我这个团队 经常是AB组 有时候我一转别的组 他在那个组 他自己是人的一带 有时候我得串呢 我这AB组串呢 等我一回来见我 就来近了 我弟来了 坐旁边了 我就挨着他坐 年轻大哥 像您平时 一般有什么生活中大事 会给刘略哥打电话吗 就像我生活当中 定海深圳一样 我生活当中 我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 他很沉稳 有时候他说话 他不像你那种 跟你就是那个 他很 很客气 然后很平静的 一二三 点点你 然后走 就是你心里特别踏实 我是兄弟 其实我真的觉得 就是连生大哥 这么多年 他缺一部那种 就是以他的性格 为核心的戏 所以说呢 刘略大哥 您将来 您可以写一个 以连生大哥为核心的戏 他又会演 演得又好 而且呢 在里边 一定要他有点爱情戏 您演过爱情戏吗 纯塔利亚戏没有过 这没演过爱情戏 我俩 年轻时候没演过 我俩这对啊 这对CP啊 就是 其实这么些年 你看我俩小平演过 这块演过小平 这块这个拍过戏 而且拍戏里 基本上 每个戏里边的角色 全是对戏 我俩 所有几乎 全是对戏 谁看完谁 那互相互相整 你看所有的戏几乎啊 我俩已经配合的 默契到什么呢 就是 本子 在戏场对变词 这很多东西 我们就可以 就很多都即兴的 我俩配合相当 默契 就是太熟悉了 默契在一个创作 生活当中都碰说了 是 其实啊 二位不仅生活中啊 关系非同寻常 在影视剧中呢 还真是合作过好几次 给观众朋友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 昨天晚上 还要求双锅子 我一电灵 兜里这两千 咱也得起不来 你都点啥菜呢 冻豆腐 鲜豆腐 豆腐皮 豆腐丝 豆芽 然后 我点了一个 比较贵的菜 啥呀 土豆片 你怎么掉豆腐镇里了你 哥呀 这还都按半份点子呢 人家一看这伙食 今天家里就都有事了 别说你小学生 你就是大学生 那俩人用一个做咋的 再说客服客服吧 老丁啊 人家这人家书记的意思 你是在家办公 村里根本没有你的办公室 是我在他努力之下 人家书记他同意 让你们俩用一个办公室 我跟你说老丁啊 你要再这么闹 你现在记住都没配 不是 老周啊 周盖 你得帮帮我 你说是不是咱现在村部 刚搬进新办公室 你说我这还没做热乎呢 怎么就没了呢 这玩意就 你让我咋帮你呢 这人哪 人以评分 这个就是在论的 其实 你看聊来聊去 这么多年下来 有的人可能合作一次 就可能下一次再合作的时候 除非是 必须是有瓜葛 但是你像刘刘呢 我基本上就是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实在这个人缘 掉腾不开的时候 我说 那个刘 那个谁谁谁 你认识吗 认识啊 熟吗 挺熟的 我说那不好意思 又得折磨你了 就是你看他来的这个节目 他是最多的 就是你好意思 麻烦他 他只要有时间 他不为难你 对对对 王方为念 二王人做的确实也是 没错没错 你知道吗 就是咱们那个戏 越回越来劲 为念去 我知道 是吧 紧赶慢赶 当时去给咱串戏 当天回来 给人劳务人都不要 你听见没有 给人劳务人都不要 明白了 明白了 不管什么 再忙再怎么着 就是一定得来 谢谢谢谢 对这个节目呢 现在你说全国 这个栏目那个栏目 其实你想就我 最有感情的 就是你看谁来的 你看他 最有感情的 真的是 你感情确实好 接下来让我们何张颖 留下红毛药酒的温暖时刻 谢谢啊 刘刘哥 谢谢您啊